8月30日,恒大在中超第八轮的比赛中4比1战胜生花,本场恒大胜得酣畅淋漓,几名规划球员和外援的表现极为抢眼,这也引起了各地球迷的热议。 本场恒大首发阵容中有三名外援,后卫线韩国球员朴智珠,中场巴西人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,另外场上还有出生在利物浦的规划后卫蒋光泰,两名巴西裔规划球员,中场费南多和前锋艾克森,非中国本土出生的球员达到了6名,超过出场人员的半数。 这一现象让球迷惊呼,这不是梯中超,这是一支南美解放者杯的队伍。 本场四名巴西老乡配合默契,之前发挥献家的塔利斯卡找到了进球的感觉,艾克森有速度有配合,一扫之间与卡帅矛盾的阴霾,为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献上了一个点球。 进球后四人庆祝的一幕没有一名中国球员,仿佛观众在看一场外国的球赛。 保利尼奥依旧是场上核心,连续八场首发无休,不得不佩服他稳定的状态和出色的体能。 费南多更是恒大此战的头号功臣。 他在今年的第一次首发中爆发了一个进球,逼出一粒乌龙球,还造了一个点球。 在边路的突破轻松撕开申花防线,简直就是巅峰时期的穆里奇。 这一票大神在场上,网友借之前的旧典故调侃徐亮妈妈当主帅恒大都可以拿冠军了。 申花每年给恒大送上六分,球迷心里也是酸酸的。 但恒大的攻防的确高效。 巴西四重奏给了申花四重奏。 恒大不仅这几个宝。 如果外租的阿兰,受伤的洛国复回到阵中,恒大将是中超最豪华的队伍。 没有之一,国足也可以一口吞下恒大所有的规划球员。 试想,国足对阵日韩的赛场上,左路艾克森,右路费南多,后防蒋光泰,前锋阿兰或者高拉特,洛国复。 这一阵容完全可以合适韩白白手腕优点评。 难怪王源,国内球员,李铁天天现场看,别傻远球,选球,不是在看你们。 他是在看规划球员的发挥。 还有看看下一个规划谁。 这一阵。